因為我本來想說 因為我現在本來在拍另外一個電影 想說啊 剛好可以躲過生日被診的那個 結果沒想到還是要逼我在大家面前 我其實真的是一個非常怕過生日的人 因為生日就是會躲在沒有人找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剛剛有點不知所措 沒有 我就是很怕驚喜 可是還蠻感動的 可是我就是很怕驚喜的人 所以我剛剛就希望大家會喜歡愛情舞曲 然後另外 其實還好耶 最近沒有什麼所求 無欲則剛 所以我其實沒什麼希望要幹嘛 這不是喜劇啊 是為這拍的時候有沒有藏了笑場 我跟他拍有幾度都笑到我都已經趴在地上 我其實是不太笑場的人 可是他實在是太好笑了 是笑到 我整個在草地上已經趴 我就說陳柏玲不要再講話 我已經笑到走不動的那種 因為實在 因為他就是化了那個妝以後 他就完全的沒有包袱 他覺得他不是陳柏玲 然後擠進的做了很多不敢想像的 有事跟 你怎麼敢 就是 所以很好笑 對 你之前在微博上面寫說 你生著的時候你應該要那個 趙俊甯也不要走這樣 不是 因為前陣子就在學那個紫薇斗術 然後才發現原來命盤上 像夫妻工跟事業工是 對 像就是 是有關係的啦 對啊 所以那 對啊 所以我想說 那既然這樣的話 反正張俊甯也不會是我的夫妻工啊 那我就好好選事業 那如果沒有夫妻工不好 那就叫俊甯好好陪我玩就好了 那妳有沒有一起訓練 他組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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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現在叫他搬來跟我住 反正我住他家 嗯 有啦 他沒什麼事 後面那個白帳篷就為他搭搭 我們到時候不會吃 他門會搬過來再住 那有有 這兩個禮拜就要進馬帳 因為越來越緊張 這不會耶 我反而還蠻開心可以去參與 對 因為今年就是 感覺可以看到很多 很厲害的巨星 對啊 就抱著是一個去參與的心情 那服裝已經選定了嗎 有 就是公司有在訂裝了 但是我現在還沒有看到 因為是去訂座 對 妳決定幫妳彩繪 人體彩繪嗎 人體彩繪嘛 好 沒問題 剛剛是不是誰有問 明天不就是陪我嗎 對 明天就陪陳怡涵 然後 就還是在工作度過 對啊 嗯 就是這樣 那你有沒有做過 你做過什麼事 嗯 默契 默契 非常好 然後 我覺得很意外的事情是 每一次就是我們兩個角色都不一樣 可是都還是可以達到一定的默契 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這個對於 對演員來說是很幸福的事情 不用花很大量的時間在Rate 然後就可以達到一個很加倍的效果 對 對啊 對啊 就是真的謝謝所有朋友 好 希望大家是一個好 可以去 哪一個啊 我覺得因為今年很厲害啊 對啊 然後女生當然 如果是厲害的 就是去觀賞 那邊 就是去觀賞 那邊 都在這裡看 嗯 什麼啦 就看 對啊 今年一定很好看 我當然也跟他說說 好想去喔 對 想說去下面當個小觀眾 對 還是你穿我好了 你就直接把我帶去 我批刮在你身上 對 我批刮在你身上 再見